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集结最受关注的新生代歌手 共唱同一首歌进行比拼 新人唱老歌 老歌新唱马 谁的唱音了得 谁的曲风独特 谁的演艺精彩 谁是你心中的年度冠军 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收官之作 重爆出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地滑落 直立耶 直立耶 不要让爱情枯萎 想要弄放的小米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永远穿心在聚散的喜河 拥有长远比较的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开心歌迷会 开心歌迷会 经典歌曲我全会 你们会不会 谢谢 在本周七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会请来 四十二位新生代的年轻歌手 他们将会在我们的舞台上 一盏歌喉 他们将会改编和重唱 那些经典的歌曲 我们一起洗耳恭听 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的舞台上 唯一的主角 大家一起向舞台的中心位置看 所有灯光汇聚的地方 就是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的主角龙脉 今天的比赛只有最后的冠军 才有资格用龙脉唱出他最爱的那支歌 好了 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 有请今天的六位年轻的歌手 闪亮登场 当未知在眼前 睁开好奇的双眼 看世界在改变 期待的梦在眼前 坚守着最初的爱 追逐梦 实现开心点 到冬月 当未知在改变 失去的梦必留恋 看世界在流转 到当未知的界限 超过曾经的一切 追逐梦实现 开心点 到永远 开心到永远 照亮了微蓝色的天 一句从向前 拥抱那美丽新世界 我要放声的花桥 我要走给天涯海角 我希望快乐 把每颗心围绕 谢谢 谢谢 欢迎我的六位歌手 欢迎你们 开心到永远 我希望用歌声 用快乐 把每颗心围绕 六位歌手 都是新生代的年轻歌手 都在各大全国的比赛当中 站露头脚 今天我们把他们汇聚在一起 我相信压力是不小 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一百位 听音团的成员 请给他们 最热烈的掌声和呐喊 为他们加油 诸位 好吗 亲爱的朋友们 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 挑战赛本场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掌声欢迎中国流行演唱专家 蓝天洋老师 欢迎您的到来 大家好 我们本场比赛的规则是这样的 六位选手 两人一组 用同唱一首歌 现场一百位歌迷听音团 投票 决出最终的一位胜利者 也就是冠军 还会有机会使用我们 舞台中心的龙脉 唱出他心爱的那首歌 好姻缘 孟金元 我们的最终获胜的选手 将会获得由孟金元黄金 提供的价值一万元的 音乐梦想基金 好马上要请出的是 我们的第一组挑战的选手 主题曲之王 许培君 和磁铁嗓音陈宇 他们将会唱出什么样的歌曲 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想将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 是一首汪峰演唱的 充满听觉出击力的摇滚歌曲 引起朗朗上口的旋律 和其产秀的 让生命怒放的快乐定义 被大众任何喜欢 做了一首草根励志歌曲 唱遍大江南北 有请许培君和陈宇录 带来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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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 也不再感到彷徨 如今我也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光源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处立在彩虹指点 就像转型在璀璨的星河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只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却超越着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光源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胜利在彩虹指点 就像转型在璀璨的星河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转型在无边的光源 拥有沉默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弄放的生命 就像双力在彩虹之间 就像双力在彩虹 就像成心在聚餐的星河 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好的 谢谢两位歌手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怒放的生命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许培君 很多的歌迷知道许培君 都是知道另外一个名字 许鹤斌 对 做音乐的时间非常长了 从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做自己的第一支乐队 到现在多少岁 今年啊 能透露吗 因为男孩子年龄一般都不愿意透露 男孩子年龄不太透露 现在36岁 36岁 也就是说已经做了20年的音乐 差不多 为30多部这个影视剧演唱主题曲 所以现在许鹤斌被很多人 称为主题曲之王 火轮刀锋 乙族的奋斗 还有之前的雏奸 杀虎口 唱的好多都是一些战争题材的 比赛的戏比较多一些 再次掌声送给他 唱的口味很棒 谢谢 但是和许鹤斌形成非常鲜明反差的是 这个身形不一 外表小清新 嗓音重口味的我们的陈宇同学 这个评价你觉得怎么样到位吗 其实我外表也挺重口味的吧 没想到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这么哑 看着挺清新的一个小伙子 嗓子怎么这么沙哑呢 我从小就这样 从小就这样 就是没有什么改变过 所以小时候也是跟同学 老师我捡到一块橡皮 差不多 对我小学的时候 我说我喜欢唱歌 但是我妈就说 你那嗓子唱歌呀 唱不起我 但是后来还是选择了音乐这条道路 后来因为 最后到考大学的时候 还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 最后来说这个东西 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我就选择了音乐学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选择了音乐学 好羡慕这样的嗓音啊 感觉特别有男人味 我这说两句说不了 大家不要以为这样嗓音的男生 他就唱不了甜歌 现场就试验一下 看看一些小清新的歌曲 你能不能唱 小清新的歌 大家想想 感觉一下吗 我们给他出道难题吧 好啊 苏打绿的小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中的白鸽 有 不错 我像我很适合 做一个歌颂者 对 歌颂者 谢谢 这个不错 感觉怎么样 挺好 挺好 现在我们现场的 一百位歌迷听音团 要请是手中神圣的权力了 如果你喜欢陈宇的歌声 请你按下蓝色键 如果你喜欢许培君 许贺彬的声音 请按下红色键 来 现场的歌迷朋友们 请按键 好的 大家的投票 已经结束 此时此刻 我已经感觉到了 两边这两个男孩子 他们非常强大的 紧张的气场 所以现在看看 我们的蓝天阳老师 能不能说一些 鼓励的话 让他们放松一点 徐培君呢 从你的音乐中 从你的歌声中 能够感受到 你对生活的一种理解 那么陈宇很俊朗的 很帅气的外形 但是出来的声音 又是如此的狂野 这两个人的声音 我都是很喜欢的 现在马上要揭晓 我们第一轮第一组 这轮挑战的结果 现场请亮灯 张一看上去 很难判断 到底是红灯多一些 还是蓝灯多一些 这样我们用一点时间 来看看 支持我们的陈宇 和小许的 都是哪些观众 来那位红衣服的女孩子 你非常打眼 我们看看 你为什么会支持陈宇 好吗 我觉得她的嗓音 非常有特点 而且再加上 这个俊朗的外形 然后所以我就逃了她一票 主要是俊朗的外形吧 当然不是了 看了好 后面那位 穿灯衣服的男生 你是选择了许培君吗 对 对 好 你 我感觉她特有男人味 特有男人味 那你觉得你身上 有男人味吗 有 从哪里体现 因为我是男人 太精辟了 这就对了 这个我们大伙都看出来了 好吧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 具体的票数情况 让大家马上就知道最后 谁会留在我们的舞台上 来 大屏幕显示投票结果 许培君得票 49票 陈宇得票 51票 恭喜陈宇 谢谢 恭喜陈宇 进入我们的下一轮的比赛 再次把掌声送给许和斌 谢谢你 谢谢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比赛 我们的挑战 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 第二组对战的选手 绝色女龄 乔维仪和80后小胖 葛林 看看他们会为我们带来一首 什么样的歌曲 通过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 当我想你的时候 是台湾高山族歌手 千百会演唱的歌曲 众多歌手翻唱演绎 是八十年代 红遍海峡两岸 及东南亚地区的一首情歌 让我们有请乔维仪和葛林 为我们带来一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诉说 我也曾经在乔维仪和葛林 爱情如此的折磨 这究竟是为什么 慢慢地沉默地滑落 慢慢地穿越我 我穿起你的身份 你要我如何接受 就这样离开我 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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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מה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这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这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诉说 All right 我也曾醉过 也为你哭过 爱情如此的折磨 究竟是为什么 慢慢长夜我 传奇你的承诺 你要如何接受 就这样离开我 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颤抖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悄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知道这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谁听我听我诉说 谁听我诉说 我听我诉说 谢谢 谢谢 谢谢格林和乔薇 为我们完美演绎的这首 当我想你的时候 说点题外话 刚才我在他们俩唱歌的时候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台下有一个女孩子 每当我们的两位歌手 在唱到动情处 相视对望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就自动地低下头 再相视一次 再扭过头看别处 那个人怎么对你们 相视一笑的反应那么敏感 他是谁啊 他是谁 我老婆 老婆 你怎样你把老婆带来了今天 知道你跟一个女选手 一组唱情歌 干嘛把老婆带过来 失误了 那这样吧 老婆在哪呢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刚才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刚观察的对不对 就他们俩每次深情对望的时候 你就低下头 然后还有一次你是看我 没有了 没有我不介意的 80后的小胖 90后的媳妇 所以格林最大的愿望就是 写80后的歌唱给90后的听 特别大的一个愿望 特别大的一个愿望 觉得他唱歌唱得怎么样 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吗 还可以 挺好的 挺好的 谢谢 掌声送给我们格林的爱人 来 拍下妈妈等待我们最后的分数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是我们的这位女歌手 乔维仪 很漂亮的一个女歌手 那刚才我们的格林的老婆来了 我们这个乔维仪 咱们要公平起见 也来了一位亲友团 就是她的妈妈 来 掌声送给乔维仪的妈妈 因为有妈妈才能够有我的生命 有我的歌声 那么这首歌曲送给听下所有的妈妈 你送给我的妈妈 谢谢妈妈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百发病一顶 女儿有个小小心愿 小小心愿 再还给妈妈一个吻 一个吻 谢谢妈妈 通过两位选手亲人的互动 我们感受到了 这些歌手在舞台上 每一部的奋进 都有家人默默的支持 都是自己生命当中 最爱的那个女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现场的一百位歌迷听音团 如果你支持乔维仪 就请按下红色键 如果你支持葛林 就请按下蓝色键 现场的一百位歌迷听音团 请按 好的 投票到此为止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 蓝老师对我们两位歌手的演唱 有什么样的评价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 都非常有辨识度 而且也爆发力非常强 就这首歌上来说 我觉得葛林的歌曲的处理上 要比乔维仪更细腻一些 我支持葛林 葛林就没有毛病了吗 您总是支持那些 跟您身材比较接近的人 葛林 他那个声音的力量 应该再立起来一点 他的穿透力会更强 到底是葛林能够顺利进入第二轮的比赛 还是乔维仪能够继续他的冠军之路 我们都在期待 大家一起摒弃宁神 现场的一百盏灯柱 目前都是白灯 来 请亮灯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两位歌手最后的投票情况 乔维仪得票 36票 葛林得票 64票 恭喜葛林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 今天的最后两位 也就是第三组歌手进行对阵 他们是音乐疯子潘红月 和南版杨娃娃 饶威 这个组合非常的有意思 看看他们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 为大家献上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Here we go Julia 是华国乐坛 及创作偶像 实力排人一生的音乐天王 王力宏的一首作品 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 和摇滚舞曲的重力节奏 深受年轻一代的喜爱 一首王力宏的Julian 由潘红月和饶威 为大家带来 看着你走的这张头也不回 我该不该挽回 每一次都是这样 爬了又追 你到底来不来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 放弃又后悔 如果说你的感觉已无所谓 就让我快受灰 Julia Julia 不要托你 又带睡 错与罪 去面对 去体会 Julia Julia 不要让爱情枯萎 笑或泪 别后悔 去体会 要懂得珍惜 爱才完美 看着你走的倔强 头也不回 我该不该挽回 每一次都是这样 爬了又追 你到底累不累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 放弃又后悔 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 就让我半生会 Julia Julia 不要托你 又带睡 错与罪 事与罪 去面对 要懂得珍惜 爱才完美 Julia Julia 不要托你 又带睡 我托你 不愧是音乐疯子 不愧是男板洋娃娃 而且两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并不像是在比赛 他们在很享受的玩音乐 玩唱歌 这种状态真的非常的好 我看你这身衣服非常有特点 你是少数民族吗 呃 虽然我不是少数民族 但是我是来自少数民族 我是贵州人 哦 来自少数民族地区 来自贵州 对 我知道你好像随身会带着一个小的乐器 呃 是的 来我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乐器 好像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这个呀 乐队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好像做音乐的朋友都认识 熟悉开心歌迷会的观众也认识 因为这个是我的拿手武器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 叫英文叫Kazoo 其实中文叫卡祖迪 对对对 我吹得很厉害的 好的 就那个Julia吧 你别拿反了啊 果然拿反了 你拿反了 真的吗 对 你拿反了 这么拿的吗 是啊 我导演一直跟我说是这么拿的呀 哎呀 原来你们骗我 怪不得我吹那么难听呢 导演可坏了导演 这些被刀的声音声都能吹出来啊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位可爱的南版洋娃 饶葳 他的样子真的是看起来像一个很小很小的男孩 他们都说像洋娃娃 大家感觉到了吗 还好吧 就是小时候可能会比较多人说像小女孩样子 长大就比较man一点就还好 man一点 对对对 好 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我是男生 好啊 好的 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观众 到底喜欢哪一位的演唱风格 同样一首歌 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演唱 你更喜欢的是哪种风格呢 如果你喜欢潘红月 请按下红色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饶薇 请按下蓝色键 请按键 先问们 我们的蓝老师 跟这两位年轻的歌手 接触的过程当中 您感觉他们是一种 什么样的个性特点 我先说潘红月 我不得不说 你是一个音乐的 一个小精灵 你懂得怎么样去玩音乐 怎么样懂得和音乐去相处 但是呢 你的中低音的地方 你应该再增加它的那个质感 你的声音表现力会更有张弛度 而且作品会更完美 这是我对你的意见 谢谢您 我们来听听 蓝老师对于饶薇 刚才的演唱有什么样的评价 啊 饶薇嘛 你的声音是 如此的干净 呃 外形如此的清新 唱功是如此的棒 那么特别是 你作品 作品的细节处理的 也是非常好 和潘红月 最后你们俩配合的那一段 是感觉是 有几年在一起配合的感觉 也非常的完美 接下来我们要让它变出蓝色和红色 究竟哪个颜色更多一点 我们拭目以待 来 现场 请亮灯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最后的投票成绩 请看大屏幕 饶薇最后得票 44票 潘红月得票 56票 恭喜潘红月 开心歌迷会 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本场比赛第一环节已经结束 六位选手当中 葛林 陈宇 潘红月胜出 去陪军 乔维仪 饶薇 离开舞台 葛林以64票的最高票数暂时领先 直接进入中级对决 陈宇和潘红月 将进行下一轮的比赛 好音员 孟金元 本节目获胜选手的奖品 是由孟金元黄金提供的 价值一万元的音乐梦想基金 潘红月和陈宇 他们将会演唱一首什么歌曲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是华语流行乐坛的 经典型歌之一 潘红月云的深情婉转的演唱 让这首歌从八十年代起 一直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 潘红月和陈宇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从来就没冷过 因为有你在我身后 你总是轻声地说 黑夜有我 你总是默默承受 这样的我不敢远游 现在为了什么 不再看我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就是你冰冷的手 冬夜不冬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不说 从来就没冷过 我以为有你意义在我身后 你总是轻声地说 黑夜有我 你总是默默承受 这样的我不敢远游 现在为了什么 不再看我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就是你冰冷的手 冬夜不冬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沉默 我主要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也好玩 Я принал 我 pic 对 Kan 现场的一百位歌迷听音团的朋友 如果你更喜欢潘红月改编的版本 喜欢她的风格 就请按下红色键 如果你喜欢陈宇所演唱的这种风格 更能接受她的这种感觉 请你按下蓝色键 请按键 按管理我们还是问问蓝天阳老师 如果说让您在这两位当中猜测一下 预测一下结果 您会把这个结果推向谁 我觉得潘红月会胜出 您认为大多数的观众都会把票投给潘红月 我们倒要看看最终的结果 会不会如蓝天阳老师所说 好 现在我们全场的一百个灯柱 请亮灯 放眼望去红色很多 蓝色也很多 到底这个数字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差距 谁会继续进入最后的终极对决 和葛林一起争夺冠军的宝座 我们马上就有结果了 我们一起关注大屏幕 陈宇得票43票 潘红月得票57票 恭喜潘红月 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终极对决环节 将由第二环节胜出的潘红月挑战本场最高票得主葛林 究竟谁能成为冠军 值得期待 现在两位歌手接下来要进行他们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了 只有一位能够胜出拿走一万元的音乐梦想基金 以及使用龙脉来唱出他心中的那首歌曲 是什么歌 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相信 是由被称为台湾高音之神的歌手杨培安演唱的 其高昂狂野的高音演唱 让这首歌成为2008年激励奥运会健儿的主打歌曲 同时成为青年人十分喜爱的励志歌曲 让我们掌声欢迎潘红月和格林 想飞向天和太阳肩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做的梦 从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学欢笑让你我肩并肩 各处不能欢乐无限 跑开烦恼 勇敢的打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等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在热闹的大街 在地海的海边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身手中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更新鲜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I do bu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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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U environmentally 去 开场 继续 想飞向天 和太阳紧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做的梦 从不把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笑 让你我坚定见 多出不能欢乐无限 放开烦恼 勇敢地打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在日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身中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更新鲜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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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上去像是一首很有加勒比海风格的一首歌曲 当然我们的葛林知道他为什么能唱出这么中气十足的歌了吧 这跟你的身材有非常大的关系 两个人数好数坏 真的是很难取舍 这个最重要的难题就要交给我们现场的一百位歌迷听音团来做出最终的决定 如果你喜欢潘红月 就请按下红色键 如果你喜欢葛林 就请按下蓝色键 请按键 大家的投票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再问问蓝天阳老师对于刚才最后一轮的终极对决 您更喜欢哪一位演唱的风格 我更喜欢潘红月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自由自在的感觉 好的 现场 请亮灯 好的 从现场亮灯的情况 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最后的结果了 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大屏幕看看最后的计票结果 潘红月得票14票 葛林得票86票 恭喜葛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更多更热烈的掌声送给开心歌迷会2012年度歌手挑战赛 本场比赛的冠军葛林 恭喜你 好姻缘 孟金元 葛林将会获得的是由孟金元黄金为他提供的一万元的音乐梦想基金 除此之外我们要用掌声把葛林送上我们的龙脉前 用龙脉唱出自己最爱的那首歌 掌声送给葛林 演唱给葛林 好玩 思念是一种 倦的东西 如影 随形 无声勇气 触摸在心底 穿越 触摸我在寂寞里 无力抗拒 特别是眼里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得理解 朝你狂奔去 大声地告诉你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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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行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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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我姓名 只要你真心 那爱与我 回忆什么都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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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这辈子 注定要和你分离 我愿意为你